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是这个小家伙 生下来已有八个星期了 依旧还没睁开双眼 宝贝 睁开眼睛看看我吧 快啊 快睁开眼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他生下来八周了 怎么还不睁眼啊 我看这个孩子好像是生病了 没错 以前也有孩子是这样的 不过后来吃了一种姜果才好了起来 没错 的确有这件事情 真的吗 太好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姜果啊 究竟是哪种我也不清楚 我只听说那是一种红红的圆圆的姜果 没错 就是那种红红圆圆的姜果 我听说的也是这种姜果 宝贝 太好了 你马上就能睁开眼睛看到妈妈了 妈妈明天就到森林里 寻找那种红红圆圆的姜果 第二天 这头母熊便离开了自己的洞穴 来到森林里寻找那种红红的圆圆的姜果 这里有松果 栗子 橡果 怎么就没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姜果啊 那种姜果究竟在哪里啊 熊妈妈 你这是在寻找姜果吗 是啊 我一定要找到那种姜果来治好我的孩子 可是这周围怎么没那种姜果啊 当然啦 这一片地区我非常熟悉 我从来没在这里看到过那种果子 我想你应该朝森林边缘找找看 好吧 那我就到那里找找看 但是 你到那里一定要小心啊 要知道 人类可是经常在那里出现 如果被他们发现了 那可就糟糕了 好的 我会小心的 对了 如果我晚上还没有回来 那就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好的 没问题 你就放心地去找姜果吧 你的孩子就交给我看顾好了 红红的 圆圆的 这样的姜果究竟在哪里啊 对了 这些鸟飞得高 去的地方多 它们一定知道哪里有那种 红红圆圆的姜果 小鸟啊 你们知道哪里有姜果吗 在森林边缘有好多姜果呢 没错 刚才我们就在那里吃了一些 有几种姜果的味道 真是好极了 是吗 那里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姜果吗 哦 红红的圆圆的 你说的这种姜果 我还真没注意呢 应该是有吧 那里姜果的种类太多了 你自己去找找看吧 好的 谢谢你们了 我现在就去森林边缘那里去找 哎呀 熊妈妈 你不在洞里照顾你的孩子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知道哪里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姜果了 我得去找它给孩子治病 是吗 这种姜果哪里有呢 在森林边缘有这种姜果 我现在就去找 你说什么 你要到森林边缘 是啊 只有森林边缘才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姜果 不行 森林边缘太危险了 那里有猎人 曾经我的弟弟就是因为跑到森林边缘玩耍 而被猎人抓走的 为了我的孩子 我只能去冒这个险 为了孩子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了 真是太伟大了 熊妈妈一步步朝森林边缘走去 周围的树木越来越稀疏 它已经快靠近森林的边缘了 这时候 它看到了大片矮灌木 上面结着各式各样的姜果 小鸟说的没错 这里真的有好多姜果啊 真是太棒了 怎么回事 这么多姜果里竟然没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 你看 熊妈妈真的跑到这里来了 嘿 熊妈妈 怎么样 这里有好多姜果吧 这里的姜果的确很多 但是就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红红的圆圆的姜果 是吗 看来你还要往森林外面走走 那里的姜果更多 没错 不过那里可充满了危险 因为那是人类活动的区域 你一定要小心那些人类手里的猎犬啊 它们的嗅觉可是非常灵敏的 谢谢你们 我一定会小心的 熊妈妈身边的树林越来越稀疏 她终于走到了森林的边缘 这时候 她看到了面前出现了一片草原 草原上 一层层的灌木上 长满了各种姜果 品种比森林里丰富得多 哇 真是太棒了 这里的姜果果然更多 红红圆圆的姜果 太棒了 我终于找到了 我的孩子有救了 真是太好了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大坑啊 这么深 我怎么爬上去啊 天啊 人类 真是想不到啊 竟然抓到了一头大熊 是啊 原本只想抓只野山羊 没想到 竟逮到了一头熊 真是太棒了 这头熊要是卖给动物园 可是能赚一大米钱啊 对呀 我们今天可发大财了 哈哈哈哈 猎人拿出一张网 朝陷阱里的熊撒了过去 网将母熊整个罩住 母熊在网里挣扎吼叫着 就这样 熊妈妈被猎人抓住 关在了笼子里 然后被卖到了动物园里 供人们关上 妈妈 你看 这头熊怎么趴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啊 我想它一定是累了 在那里休息吧 喂 大懒熊 快起来走走啊 我的孩子他眼睛看不见 没有人照过的话 这下怎么活下去啊 当时我马上就能摘到 那个红红的圆圆的浆果了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不是当时看到了那浆果 太兴奋了 也不会一时大意 落入猎人的陷阱 妈妈 你看它哭了 它是不是想家了呢 喂 大懒熊 快起来吃东西了 这头熊 不会连东西都懒得吃吧 赶快来吃啊 大懒熊 不是这样的浆果 必须是红红的 必须是圆圆的 它好像对浆果感兴趣啊 红红的 红红的 圆圆的 没错 就是这种浆果 喂 你们没看到牌子吗 不如往笼子里扔东西 我这是自己要吃的呢 不能吃 这个浆果是我的 妈妈 好恐怖啊 我好害怕 宝贝 不要怕 我们这就离开这里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这头熊怎么突然发疯了呢 牧熊疯狂的举动 吓得众游客纷纷离去 牧熊看着手拿浆果的游客 越走越远 他疯狂地吼叫着 直到看不到游客的身影 还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他这是怎么了 从来到这里 他就一直懒懒地趴着 今天怎么突然这么疯狂 他是红红的 圆圆的 他是红红的 圆圆的 自从这次看到那种浆果后 牧熊每天都盯着来往的游客 他等待着再一次看到那种浆果 这一等就是三年 这头熊可真懒啊 怎么一直不动啊 可不是嘛 不过三年前他刚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发过一次疯 哦 他发过疯 是啊 当时他疯狂地撞着笼子 真是太可怕了 他是为什么发疯的 谁知道呢 当时我丢给了他几个浆果 他看到后竟然有了反应 好像他对浆果很感兴趣 后来有一个游客 拿出了一个红浆果 这头熊看到红浆果 就特别有感觉 接着不久就发疯起来了 哦 我这就有几个红浆果 丢给他看看 看他有什么反应 游客说着便将那个浆果 丢进了笼子里 那浆果滚到了母熊的身旁 母熊微微睁开眼睛 看了一下 当他看到了这个红浆果后 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然后围着那个浆果 大吼大驾 是那位浆果 红浆果能让他发疯 这头熊又疯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浆果 浆果是红红的 是圆圆的 怎么得的 他怎么又发起风来了 我得把这个浆果 送给我的宝贝吃 他吃了浆果 病就好了 不行 我得离开这里 不好 这个家伙真的疯了 熊妈妈不停地撞着笼子 撞了整整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晨 人们发现他 已经泪摊在地上 手里还是拿着红色的浆果 眼角旁充满了泪水 即使经过三年了 他还是没有忘记 要带浆果回去 医治自己的小孩 母爱的伟大 真是令人动容的 舍命护子的野猪 在山林里 经常有野猪出没 它们极其贪吃 经常到村子里来骚扰 它们会用又尖又硬的鼻子 绝土 它们骚扰过的村落 田野庄稼 总是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可恶野猪 竟然把我们的庄稼 糟蹋成这个样子 它们实在是太猖狂了 我们一定要给它们点颜色 看看才行 我把猎人请来了 两位师傅 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些野猪 它们最近糟蹋了我们不少庄稼 实在是太可恶了 是啊 你们可不能轻饶了它们啊 是它 是那头叫镜子的蒙野猪 它跑到这里来了 没错 这就是镜子的脚印 你看 这还有两只小野猪的脚印 看来它现在是有孩子了 这个家伙 竟然带着一家子来这里聚餐了 你们好像对这只野猪很熟悉啊 这头野猪可是很有名的 它比一般的野猪大很多 由于它常在泥塘里洗澡 在树干上蹭身子 日复一日 松枝油和泥巴在它身上 枯了又厚又硬的一层 在阳光下像镜子一样闪闪发亮 所以我们才叫它镜子 是啊 它身上的那层就像铁甲一样 子弹都很难打透 而且这头野猪非常强壮狡猾 我们围捕了它好久 都没将它抓住 它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麻烦的家伙 为了围捕它 我们牺牲了好几只猎狗 今天我们绝不能让它再跑掉了 一定要一举捕获的 对 我们这次一定要为那些牺牲的猎狗报仇 也为这些村民讨讨公道 发现镜子野猪的行踪之后 猎人们便召集了同伴 带着猎枪和猎犬对其进行围剿 镜子真的会走这条路吗 放心吧 它一定会来这里的 我们已经把野猪的道路全部封住了 它也只能从这里走了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干掉它 不过我们的子弹能穿透它的身体吗 难啊 它身上那层厚厚的防弹衣 可是很难击穿的 所以我们只能涉及它身上 唯一的要害部位 头部 哎呀 那边有情况发生了 快过去看看 别让它跑掉了 快追 发现镜子了 我们快去帮忙 太好了 你们也来了 赶快帮忙拦住那头野猪 它带着小野猪 跑不快的 哈哈 看来今天我们一定能抓住镜子 没错 它们已经没有路可走了 所有的通道都被我们拦住了 哎呀 不好 我们的猎犬好像又被镜子袭击了 不行 我们得去帮帮它们 怎么回事 又让它给跑了 这怎么可能 它还能往哪里跑 你们快看 它在那里呢 这个家伙 它怎么会从那里走啊 要知道 野猪都是有自己的道路 它竟然敢冒险 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 这个家伙 真是大胆 可恶的野猪 不行 我绝不能让它跑掉 猎犬追踪着野猪的味道 来到了一处河边 然而 让猎人吃惊的是 镜子的脚印 竟然在河边消失了 真是见鬼了 它怎么会消失不见了 难道 它还会像鸟一样飞走了 哎呀 脚印怎么会凭空没有了呢 这个狡猾的镜子 竟然又让它给跑掉了 猎人们围剿了野猪镜子 整整半个月 不但没有抓到它 还损伤了多只猎犬 野猪镜子戏弄猎人的事 很快便在村子里传开了 你们听到没有 村子里现在都在议论我们 总是被野猪镜子戏耍的事情 怎么会没听说呀 他们把野猪镜子传得神乎其神 还说没有猎人能够打败它 哼 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猎人的声誉 不管用什么办法 务必要抓到那个家伙 嗯 没错 既然围剿不到它 那我们就用守猪带兔的方法 来对付它 守猪带兔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野猪镜子经常走的地方 多布置一些陷阱 我就不信它会不中招 好主意 我们都布置一些捕兽夹 然后就等着它自己送上门好了 我这就去准备捕兽夹去 哼 野猪镜子 你休想再逃跑了 猎人们第二天 就设下了五十个陷阱 每个陷阱中 都有伪装巧妙的捕兽夹 而且夹子上还放上了野猪爱吃的食物 只要野猪镜子一大意 那就会被紧紧夹住 怎么搞的 那头野猪竟然一个陷阱都没踩中 它不会知道哪里有陷阱 哪里是安全的吧 这怎么可能 我们再多布置一些陷阱 我就不信它能不中招 对 五十个不行 那就一百个 一百五十个 我就不信 那么多陷阱 它能一个都不踩中 诶 等等 你们看 不论陷阱在哪里 野猪的脚印总是在陷阱的左边 也就是说 野猪镜子好像真的知道 这里有陷阱 并从左侧躲开 哦 难道它真的能发现陷阱 我想是这样的 不过 既然它总喜欢从左侧躲避陷阱 那我们 就在陷阱的左边再布置一些 让它防不胜防 对 这足够不错 我们就把捕兽夹 按照这个办法再安置一些 猎人们终于看清了野猪镜子的弱点 它们又重新多安置了一些陷阱 这一次果然奏效了 一只小野猪被捕兽夹夹住了腿 妈妈 救救我 好痛啊 哎呀 孩子 不要怕 妈妈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妈妈 我的腿好痛啊 妈妈 怎么办啊 要是被人类发现了 哥哥会被他们抓住的 不要啊 妈妈 救我 我不要被人类抓住 放心吧 有妈妈在 你们就不会被抓住 我一定会保护你们安全的 哎呀 不好 是猎犬的声音 这么说猎人要来了 妈妈 怎么办啊 我们快逃吧 妈妈 不要丢下我 救救我 好痛啊 孩子 对不起 妈妈只能这样做了 至少这样能保住你的命 你们听 野猪的叫声 我们中我们的陷阱了 原来 确实夹住了一个小野猪 而且 还让它给跑掉了 野猪镜子 真是太不一般了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逃生 它竟然 将自己孩子的腿 给咬断了 带着受伤的孩子 野猪镜子 是不会逃得太远的 我们赶快 顺着血迹去追 一定追得到的 对 这次 我们绝不能 让它再跑掉了 经过一路的追踪 猎人们 终于在山林深处 发现了野猪镜子 和他孩子们的行踪 他们就躲在这里 一定要把那头 可恶的野猪 给找出来 这次可不能让他们 再跑掉了 不然要再找到他们 真是太难了 妈妈 是人类 人类已经追上来了 怎么办啊 我们会被人类发现的 这下该怎么办啊 人类会抓住我们的 不好 猎犬发现了我们 妈妈 我是跑不了了 你们快逃跑吧 孩子 放心吧 有妈妈在 你们就不会有事的 孩子 你们听好了 妈妈 去把它们引开 你们赶快 往山林里跑 都不要回头 就一直跑 这样知道吗 妈妈 不行 那样你太危险了 你会被猎人抓走的 放心吧 妈妈不会有事的 你们快走 哎呀 她在这里 孩子们 快走 枪手 我们的妈妈 会不会有危险呢 放心 我们的妈妈 身上有厚厚的盔甲 她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们赶快跑得远远了吧 妈妈一定会找到我们的 野猪镜子 她中了那么多枪 竟然还能奔跑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的确不可思议 不过今天野猪镜子 可是有点反常啊 是啊 我们开枪的时候 她不但不躲 反倒用自己的身体 去挡子弹 没错 你看她逃跑的路线 按照道理来说 她应该朝山林深处 逃跑才对 可是今天 她却反常的 朝山林边缘跑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 你们快来看 她在这里 天啊 她这是在做什么 她果然知道 我们在哪里布置了陷阱 哦 我明白了 她今天之所以表现得 如此反常 那是为了保护她的孩子 顺利逃走 有道理 她将这些陷阱触发 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免受伤害 或许她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生命 马上就要结束了吧 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为了孩子的安全 她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来保护他们逃走 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都还是想到自己的孩子 有可能再落入这些捕兽夹 而尽力地将其处罚 为的就是不让他们受到伤害 我们真的错了 真不应该来伤害他们的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 孝清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 点灯供水鼓声祭甘露诗时 供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0月4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 恭送地藏经 地点 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福星里南钢三路 97项2号 洽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地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摘戒 故声祭礼拜大悲颤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意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从天人到地狱的六道众生 如何延续生命的轮回 在长阿寒经中 佛告比丘 一切众生已四时存 佛陀看到 四时如何造就众生 一世又一世 生生死死的流转 依断食 种种美味饮食 因从鼻嗅香 口肠胃 口鼻分断而食 所以称为断食 也有一说 是由于分餐饮食 而称为断食 断食 主要是掌养色身 二 触食 追求感官 与外境接触的满足 如看好的景 听好的声音 尝美食 三 适食 六是大口吞食 六根上色身香味等佳肴 且在存于意识中 继续无止境的生死苦 四 思食 在思想上 伸出种种满足感官 与生存的渴求 无止境的贪求 思食 会带来诸多烦恼 甚至养成身体和心灵上的诸多疾病 更严重的是 为了追求 思食满足 而造作恶业 饱受苦果 除了适量的饮食之外 断烦恼的靶食 所带来心灵的饱满和光明 更是健康的生命所不可或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